哈囉各位店長好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晚上呢又有恩典進來了 那個我們的好朋友呢看到我們昨天 到園子裡面摘了一顆黃金果 那昨天摘那顆黃金果呢在影片當中呢 就可以看得出來是已經過熟了 過熟了太太晚摘了 那我們好朋友和兄呢他看到了之後呢 就在他原子裡面摘一顆來給我當Sample 就是說他的這一品黃金果呢 我原子那一顆黃金果就是和兄自己靠接拿來送給我的 那他跟我說他這一品黃金果最佳採收的時機是 這邊尾巴這邊黃了之後 前面這邊還稍微還有綠綠的像這樣子呢 就可以採摘了 他說以後呢我們黃金果不要流的那麼晚摘 那麼晚摘的話果肉裡面呢會鶴化然後會 會水水的然後那就變得品質就比較不好了 所以呢我今天拿到這果實之後呢 剛開始拿到的時候非常非常漂亮 這葉子也非常的鮮 然後因為他是整個剪下來 從這邊剪下來送給我的 那我現在呢就把這顆果子呢把它摘下來 我轉一下 好轉一下好轉一下摘下來了 這是這黃金果的葉子 好我們先放旁邊 那這顆黃金果 最佳採摘的時機 他說前頭這邊還有綠綠的 就可以採摘了 好那我們今天呢就把它切開來 吃看看這樣子熟度吃起來感覺如何 剛剛運送過程中稍微有可能有撞到啊 所以這邊有一些些痕跡喔 不然本來很漂亮 而且他的他的這顆果 非常的圓啊 果形非常的漂亮 很圓又圓又漂亮 好我們切開囉 我們看他的果色 喔他的果喔 這顆的果果色是偏白 跟我們自己種的黃金果果色偏黃 有點差別 好他的這顆果的果色是偏白 然後種子好像看樣子是不是只有一顆啊 吃看看喔 這邊齁 我這個右手拿這邊 看樣子是沒有種子齁 那左邊這邊裡面 這裡有一顆種子 裡面不知道還有沒有 我們來試試看 那好不好吃呢 來這個我跟我們家人 另外一個家人來 來吃看看 這一半給你 那另外這一半呢 我來吃看看 看總共有沒有 看裡面有幾顆種子 你等一下裡面如果有種子 再告訴我 好吃嗎 好吃 有種子嗎 沒有耶 好那所有的種子 全部在我這一半裡面 我看裡面到底有幾顆種子 要種子多大 哎唷 只有一顆種子 只有一顆種子 而且種子我吃看看 種子好像很小耶 哇好吃喔 綿 入口幾乎很綿耶 很綿齁 像我們自己種的黃金果 果肉比較偏黃的那一顆 它的果實喔 乒乓球再大一點 今年已經達到棒球的大小 可是它種子也沒有這麼小 你看它種子跟它果實的比例 喔 這款喔 不錯喔 種子裡面只有一顆 只有一顆種子 果肉偏白 然後果肉非常的細緻 非常的細緻 果肉很細緻 我們等一下吃看看 看它果皮有沒有很厚 你看 你看這果肉很細緻啊 果肉很細緻 你看 這邊 裡面只有一顆種子 可實力非常的高 而且吃了一口 好像沒有什麼黏嘴的感覺 再吃看看 非常的綿 果肉非常的綿 哇這款很棒 非常非常棒 有種牛奶味 這種好像在 好像牛奶那一種奶酪的感覺 對對對 很像奶酪的感覺 那一種口感很像奶酪 非常的細緻 可實率非常高 竟然只有一顆種子 而且種子那麼小 太棒了 這一顆我們原子裡面已經有種 太棒了 哇再吃一口 哇再吃一口 很細緻耶 果肉非常的細緻啊 這是什麼品種的勒 我下次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下次再問看看 看這是什麼品種的 或許他也不知道 非常棒 果皮 果皮不會很厚 蠻薄的 而且不會黏 比較不會黏 跟那個冬蜜的感覺 蠻類似的 可是甚至比冬蜜還不黏 冬蜜的果實是 果肉是偏黃 那有焦糖味 但是這個品種的果肉是偏白 那沒什麼焦糖味 但是它有濃濃的牛奶味 牛奶 然後非常的細緻 這是我吃過黃金果 最細緻的一個 的一瓶喔 這不知道什麼品種耶 我再問看看 大家不用急 我問看看 如果有相關的訊息 再告訴各位 嗯 這顆 這顆太棒了 我之後呢 這顆會多重一點 會多重一點 太棒了太棒了 吃完 黃金果 再跟各位看一下 今天的另外一個恩典 來 這一串 這一串是龍眼 今年喔 有種龍眼的人都知道 今年龍眼的產量不是很好 那這一串龍眼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你看 它的果實喔 那個殼啊 龍眼殼 看起來沒有那麼黃 沒有那麼黃 而且它龍眼串喔 龍眼非常的集中 也就是說每一顆龍眼的距離都非常的緊 緊湊在一起 那果實又很大顆 果實很大顆 我拿一下那個我們自己種的龍眼 我拿一下那個我們自己種的龍眼 來跟各位做一個比較一下 好了 這是何兄自己種的龍眼 剛剛講過了 它龍眼的顏色喔 比較 有點綠綠的 有點綠綠的 然後它的龍眼每一顆龍眼的距離很很緊湊 沒有什麼距離感 那這是我們自己種的龍眼 顏色就比較褐色 顏色喔 果殼 就比較褐色 然後它每一顆龍眼的距離 每一顆龍眼的距離比較 比較遠 有沒有你看 每顆龍眼的它的距離比較遠 然後大小呢 兩個大小是差不多 差不多 好我們現在來吃看看喔 這個龍眼 我先吃一下我們自己種的這個龍眼 今天龍眼產量很糟糕 我們這邊龍眼產量很糟糕 我們這邊龍眼產量很糟糕 就是沒有幾串 好我先打開一下我們自己的 好打開之後呢 它的果色是有點 有點透明 膠狀透明 膠狀透明 隱約看到裡面黑黑的種子 吃看看 一顆不準 再吃一顆 因為剛剛有吃黃金果 我們再吃一顆 把這個味道 黃金果味道 給沖淡掉 我們這個龍眼喔 我覺得有點太完彩了 有點過熟 過熟 就是我們自己種的龍眼 然後它種子是這麼大 然後這個龍眼就比較像我們平常在市場上買的 很甜 然後呢 果肉 果肉咬下去就 就是果肉怎麼講 不會說咬下去有那彈起來的感覺啦 就是那種比較容易切斷 然後甜度很高 然後果肉蠻容易切斷 種子不大 那果皮呢 是比較深 深顏色 好我們吃一下河兄 他自己種的 我等一下再跟你講 這個為什麼要介紹他這個龍眼 好我吃一下他這個自己種的 你看他果實每一顆都這麼緊湊 摘起來 來 他顏色 一樣 就是有點透明感透明感更高了 然後因為看到裡面種子好像比較大顆 那我再吃看看 嗯 這個龍眼的味道 摻雜的芒果的味道 很像我們在吃黑香芒果那種味道 對 就是跟黑香芒果的味道幾乎是一模一樣 黑香芒果就是有芒果味也有龍眼味 那這個龍眼呢 有龍眼味又有芒果味 然後他種子比較大顆 他這種子比較大顆 然後味道非常的特別 這個我喜歡 我喜歡 而且果實看起來 看起來很漂亮有沒有 很討喜很漂亮 然後這他種子 可惜 唯一比較可惜 他種子好像比較大一點 我看一下我們剛剛我們自己的 我這兩顆 欸 兩顆 這兩顆種子 這一顆呢 是我們自己種的 種子比較小 這是河胸種的種子比較大 但是我們種了這一顆的果實呢 那個特色就是龍眼啊 吃起來就是一般我們在吃的龍眼 甜度很高 那他河胸種的這個龍眼呢 除了自己的龍眼味很強烈之外 還帶有芒果味 就如同我們在吃黑香 黑香芒果的味道幾乎是一模一樣 蠻特別的 所以我們吃的那個叫 芒果那個叫龍眼芒果 黑香芒果又叫龍眼芒果 那我看這個龍眼叫做芒果龍眼 開開玩笑啦 這不知道什麼品種我不知道 我一樣到時候再問他 他今天送給我這兩款水果 都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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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的 我已經跟他預約了 這個12月的時候 跟他預約了這款龍眼的一個枝條 到時候跟他取枝條之後呢 在嫁接的時候 再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這個枝條 這個實在是不錯 很討喜 這個如果在市場賣的話 這應該是可以賣到很好的價格 好吃 非常好吃 唯一可惜就是種子比較大一點點 但也不會 也不會說讓你覺得說沒果肉可以吃的 果肉還是很多的 還是很夠吃的 再吃一顆 你看 然後他這個採收 這個應該是屬於比較晚熟型的 你看他還沒有過熟的那種斑點 然後果肉 一樣是有點透明狀 但是黑色狀況 看起來就是種子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果肉比較Q 比較扎實 黑香芒果的味道 濃濃的 龍眼味跟芒果味 OK 好 今天晚上呢 就簡短的分享了這兩樣 恩典的水果 黃金果跟這個龍眼 讓各位做參考 預告這個龍眼我12月應該會 取字條來嫁接 到時候我們再分享給各位看 OK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